一年级下册生字讲解 水去来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写法 首先第一个水字 大家看一下 往右下按压 然后垂直向下 然后向上出钩 按竖钩 然后横撇 注意 竖钩要长一些 然后横撇 横轻入笔 往右上倾斜 往右下按压 然后撇画 直一些过来 横撇的夹角不易扩大 撇画要直一些 不要给它写太弯 然后撇画往这儿走 你看 与横撇的位置基本上是对齐的 撇画与竖钩是相接的 然后那画往下 好 然后拖出那角来 这是水字 我们来看第二个 去字 首先小短横倾入笔 然后竖起笔可以高一些 好 穿过横之后你不要拉太长 然后横 你看往右下按压一些 这个横 大家注意 比上面的横要长 你看这个短 这个长 还有两横 间距不要拉得太远 然后下面的内容 撇 折 点 注意 这一部分我们要给它收紧 你不要把撇折点 这一部分给它写大了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 来 来字写法 小短横 轻入笔 然后两点往中间巨龙 再来一个小横 这里你看它是比较怎么样 窄的 然后树垂直向下 好 长一些 挺对 这是一个垂路数 你看它的身材比例是上短下长的 来字应该是上面窄底下宽 因为底下有什么 爱皮 那儿组合 大家看一下 这个那儿花往外再放一点 这是来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步子 步子 注意这个横 是一个中横 不要给它写的过长 也不要太短 然后 笔画在横的中间 稍微偏 偏右一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来给它 小笔 这个笔直一些 不要写的太弯 也不要写的太长 然后树 穿过 笔画 垂直向下 树写在这个横画的中间位置 大家看一下 是在这儿的 笔呢 稍微偏右一点点 然后点画 注意 往下来一点 这个点画 我们与这个撇 基本上是要怎么样 要对齐的 你这个撇画和点 是两边左右 两边对称的 你不要写太高 也不要写太低 这个点画 也不要写太短 它和撇画 基本对称 以保证左右两边的平衡 好 咱这期视频 水趣来部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我用来写太多的 到横下的 在横下的 我用来写太短 去小刀